我很希望能夠 讓更多人能夠認識溜溜球 因為他真的很好 這是一個重點 我真的玩很多東西會轉 就是溜溜球 像你說扯鈴 我還會玩魔術方塊 然後我也接觸了一點魔術 然後還有劍玉 我不知道 陀螺 然後手指陀螺 你看我其實隨時身上都會帶一顆水指 手指陀螺 無聊的時候就在那邊 因為有些地方真的沒辦法玩溜溜球 我覺得在那邊一直轉 對我來說就是會轉的東西 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 所以我很喜歡會轉的東西 超無聊小玩具 就是所有會轉的東西我都喜歡 我也是在美國的大賣場 偶然發現的一個小玩具 所以你就會發現很多會轉的東西 我都很喜歡 對 那個時候其實溜溜球大家的觀念就是會 簡簡單單上上下下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收到那顆溜溜球 它有 就是其實已經算是很高級的溜溜球 即便拿到現在來說 它其實做工也還算是不錯 但是可能比較 怎麼講 在設計上是比較 old school 所以我進步的速度比同才來說 都還要快上去 然後就讓我增加更多的自信跟樂趣 然後那時候 其實國小就小時候都會有一些同樂會 那大家有些表演唱歌跳舞 然後我就表演溜溜球 這就是一般的溜溜球箱子 對 一般的溜溜球箱子 應該會有就是這樣子的保護 因為我做街頭藝人 我需要一個收錢的箱子 然後我希望它可以很fancy 然後現在的話我就是 放一些我的日常用品 然後跟溜溜球 超速悠悠算是我回鍋溜溜球的一個契機 等於我一開始接觸溜球 然後中間有停 因為溜溜球 有繩子有溜溜球 然後繩子是消耗品 那當溜溜球不流行的時候 其實你就買不到繩子 你不要說買不到球 買不到繩子 你有球也沒有用 然後後來超速悠悠又流行 所以我又再重新就是 重新玩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一開始玩小圈空的時候 我沒有參加比賽 但是到了超速悠悠的時候 我就有去參加比賽 然後第一次參加比賽 我就拿到全國大賽的第二名 對我一開始練溜溜球的時候 就連網路都還沒有發達 所以一開始就是 看數目都是圖文 然後後來再回鍋 就是超速悠悠那段時間 其實就網路漸漸的 有開始流行 然後有網路了之後 其實就是從網路上去下載 國外的比賽影片 然後去看網路的一些影片 去做學習 然後同時間因為我害怕再 就是又會遇到買不到溜球繩子的那個狀況 所以我拿了比賽的亞軍之後 我很快的就在網路上 開始號召大家一起出來玩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以一個 台北地下街的一個玩具店 作為巨頭 哦 那在接球在幹嘛 哦 看不到會很難看 哦 哦 嘿嘿嘿嘿嘿 小心蠻的腳邊 差不多八年的時間 我每個禮拜六 都會在固定的地方 玩溜溜球 然後會跟他 都會告訴大家 我會在哪裡 然後就是說 如果大家一起來玩 那就是一個聚會 那如果沒有人來玩 我就是自己練我自己的 從一開始我們在那個 那間玩具店 然後後來我們轉移到 國父紀念館 然後後來因為國父紀念館 它不能放音樂 不能什麼 然後又在戶外 那溜溜球其實 就是它在戶外玩 會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它會有一些濕度上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又轉移到 就是台北地下街 這樣子 這顆是我最愛的溜球 你看 我愛到連刺青都 都是以這顆為藍圖去刺的 這顆是 也是太金屬球 對 就可以這樣玩 在整個溜溜球的練習過程當中 就是 真的就是全身上下都 就都有被打過 對就是手指有被打到骨折 我那個時候在受傷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固定器 然後我就帶著那個固定器 我還繼續工作 意思是說這個小指完全 不影響我的任何動作 只是會把所有的站 變成666 大學畢業之後其實 有接了一個花博的表演 那那個表演是在 那個國際花博博覽會 對 然後我為了那個表演 還特地去跟學校就是 我體育老師說 你可不可以把我當掉 我一畢業我就去當兵 我沒辦法接這個表演 籌備那段表演的過程當中 我定下了我的 接頭表演的流程 對 然後有了這套流程之後 我表演完那段 然後就去當兵嘛 然後當兵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都有在 就是街頭做 就是街頭演出 然後在街頭演出的過程當中 其實除了 就是展現自己的技巧以外 其實我也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籌錢去參加世界賽 所以在2013年2014年其實 對我來說算是花了很多的 心力去籌備 因為我們要到美國 然後要到歐洲 尤其是2014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準備了一個300寸的投影幕 300寸 然後跟一個大型的巨型的工業投影機 我要把它們運到歐洲 然後做我的整套表演 就是在2013年 就是參加世界賽 然後拿了第二名 然後2014年拿了最佳創意獎 然後2015年就變成連決賽都沒有進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又開始要走 就是變成有點像走下坡 然後也一直都被 就是六球同好 就是嫌棄說 你的東西都沒有 都沒有什麼技術 你都沒有什麼 真的很難的東西 所以讓我 讓我一度有點 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該怎麼演的時候 這個時候 忽然太陽馬戲團的邀請就來了 他們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有一個 溜溜球的表演者 那因為他要退休 他不想要在那邊演 所以他們開始在全世界範圍 去找其他的溜溜球表演者 那據我自己個人所知是他們 不只找我 但是他們既然找到我 然後就把音樂給我 請我去配段 然後寄 就是寄那個影片給他們 那我就寄了 然後寄的當下他們其實也都沒有回應 所以我那個時候也沒有 就是也不覺得自己會有機會加入太陽馬戲團 但是隔了一年 可能是那個前輩的就是 他的合約正式到齊 所以他們就再寄信來就說 你有沒有興趣加入我們太陽馬戲團的 這個演出叫Kurios 但是他先把我拉到總部 進行訓練 就是把我的表演的流程要先定下來 那以過去來說其實我會覺得說 沒有人比我懂溜溜球表演吧 怎麼就是我做溜溜球表演 沒有人可以給我一些實質上的意見 但是也透過這一次的經驗 讓我才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所有的表演其實真的都很像 那那個時候他配給我的是一個舞蹈老師 所以他在一些肢體上 然後跟音樂的編排上 都給我很多的建議 有人跟我講說 你是到動物園去上班嗎 很像動物園的牌子 我今年帶著我的老婆跟小孩一起 到太陽馬戲團跟我一起去做巡迴 這是跟之前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之前我們算是分隔兩地 那今年我帶著他 所以他每一場演出幾乎都會去看 然後他幫我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然後在iPhone裡面就有一個功能 他就可以有一個就是巡迴播放 有點像就是Boomerang 所以我那個時候看見自己的照片 有些動作正的做跟反的做 它是看起來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有沒有辦法在這塊進行一些創意 那一開始構想的時候 就是我說倒放 可能大家會覺得 你就是做 你就是把它Edit 就是影像剪輯就是很簡單 但是其實在整個過程 因為是一鏡到底的關係 我左邊正放一鏡到底 右邊倒放一鏡到底 然後呈現出五種不同的溜溜球玩法 這塊其實也是只有我自己能夠比較清楚 中間的轉換跟我選招 我要用哪些動作 所以這些其實很難去跟別人進行討論 但是在過程當中我老婆其實有幫我看了很多的東西 當我自己在我的溜溜球腦 想要呈現天花亂墜的東西的時候 它會把我拉回來說 觀眾想看的就是簡單的螞蟻上樹 其實觀眾很長時間想看的就是 時鐘搖擺 他說你一開始真的 你不用想太多 你就是好好的做你的 就是東京鐵塔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就是要告訴大家 欸我不要你們吃溜溜球 因為如果你一甩出來溜溜球 就是這樣子 大家會說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扯鈴嗎 那所以我都會在我的表演當中 加入一些非常非常傳統 非常非常基礎的溜溜球元素 去告訴大家 溜溜球已經不再是像以前一樣 簡簡單單上上下下的東西 它也可以很有挑戰性 然後還有很多的變化 這是我的一個我想傳遞的演出性 今年拿下溜球世界冠軍對我來說 就是完成了一個 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但是在完成這個夢想之餘 其實我會有一方面會覺得 欸我完成了 那我下一步要做什麼的那種失落感 但同時也因為我完成了這個夢想 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經驗 能夠回饋給更多的人 讓他們知道就是即便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能夠玩25年 我能夠靠他能夠在太陽馬戲團 我能夠靠這個養活我的家人 然後能夠就是找到我能夠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塊是我最想要分享給你 就是所有人 就是即便再簡單的事情 只要你有興趣堅持 它都可以有很多不一樣的方法 我很希望能夠就是真的 讓更多人能夠認識溜溜球 因為它真的很好玩 你要不要玩